那个主持人 我有话还没说完 就是我爱人的话 场上他更多的说的是我的缺点 我的不好的一面 我现在我想自己说一下 我的好的一面 我跟那个孩子之间 我们关系很好 孩子其实很喜欢你 对 就比如说 像刚才那个 我爱人那个拿刀的事件 孩子就是 因为也见过我们吵架 他也见过他拿刀 孩子就是有时候会 只要孩子在家 我们一吵架 孩子就会去藏刀 另外的话有事 你比如说我们之间有矛盾了 孩子会批评他 而且孩子是真挺懂事的 是 给孩子买东西 穿的用的生活的 以及比如说学习的文具什么的 带孩子去玩旅游 比如说打平方球 打篮球 我对他父母也是很好的 我不忙的时候 他上课 上完课再去做饭 可能很累 然后我去做饭 买菜 做饭 洗碗 就是比如说跟他妈一起做 甚至就是说他父亲生病的时候 赶紧然后去那个药店买药 买了药以后我立马给送回去 你认可吗 他说的这些 这个学生认可 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 反过来我问 他对你父亲怎么样 他对我父亲不好 丈夫在妻子上场后话锋一转 将矛头直指妻子 这种在外人看来百害而无一例的话 他为何要当面爆出呢 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复杂的家庭纠葛呢 是现在才不好的 还是你父亲打人之后才不好的 一直也不太好 你刚才说 他曾经逼你跟你父亲断绝关系 有过吗 有过 因为什么事要这样做 我没有啊 我什么时候也说过这个 就是我母亲 我不对的 我没有说过这个 他就是说 我没有这么说过 你那个死爹 又在说这个问题 然后就是这种赶紧跟他断绝关系 这句话真的就是从妻子杨女士的口中说出的吗 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冲突 导致他口出此言呢 我看他打的那样 我觉得生气 我说太残暴了 我不是说真让你断绝关系 当然因为他从农村出来 你刚才听说没说过吗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让你断绝关系 他毕竟是你父亲 我能说这样的话 而且他从农村把你大学供出来不容易 再怎么样我也不能说这样的话 我说你该养他得养他 只不过要输养他了 咱就是要保护你母亲 我是这么说的 我不可能那样 说那样没有人性的话 原来在张先生的原生态家庭中 存在着很严重的家庭暴力 他父亲经常对母亲拳打脚踢 面对这些 张先生似乎习以为常 也无能为力 但对于这个在北京城里长大 且从小家庭和睦的妻子杨女士来说 简直是难以接受 在杨女士得知 张先生的母亲再次被殴打后 口出此言 没想到他抱打不平的言辞 却深深地刺痛着丈夫张先生的心 我不认同他说的这个 你有没有发现 他生气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表现 就是脸特别红 然后那个 怎么说呢 他在家里经常这样 但是你知道吗 我发现一个问题 当他特别生气的时候 他的整个腮帮子在活动 他就要咬牙 百分之百的 是不是 什么叫咬牙切齿 你就想他已经气得不行了 可是他说不过你 所以他只好咬牙 有点道理吗 在我刚一认识你的时候 你记得吗 前几年我怎么对待你的 你好好想一下 就是刚开始他曾经帮过我 就是某些方面帮过我 怪不得人家说 你这穷小子踩你肩膀上长起来 不能完全这么说 因为公司的话 就是我自己注册的公司 然后就是投资也是我自己 跟他们就是他没有投资 然后呢 就是所有的客户都是我去谈 我去 那办公地址是我的 当然我也给他接他钱了 他过了好几年才还我 那怎么叫不需要帮忙呢 那我也帮过你 他那个 你是帮过我 帮我太多了 他去年就是 他有一段那个社保 他没有交 就有一段时间 然后北京市出台一个政策 就可以补交之前的 某些年的这个 然后因为我当时 我有三万多吧 就把他将近八九年 不到十年的这个保险 我给出钱给他补上 他对你好吗你觉得 怎么说呢 我觉得他的人吧 脾气急 是其他有一个 刚我没说 他比较有些懦弱的东西 我发现 都敢来公共汽车了 还懦弱 他不是 他这个时候 脾气不好跟懦弱是两回事 该小事不该急的时候 他会急 大事的时候 他就比较懦弱 我们俩已经结婚了 其实我孩子的存在 他在他的家里 亲戚没有一个人知道 他的朋友基本上也不知道 我有一个孩子 我的孩子就能是隐形的 现在是 妻子认为 丈夫在亲友面前 故意隐瞒孩子的存在 似乎是别有用心 口口声声说 和孩子十分要好的丈夫 内心里真的就完全接受了 这个妻子和前夫的孩子吗 他父母知道吗 他父母知道 就是他家的亲戚 他的朋友 没有人知道 我儿子存在 这点让我觉得很气愤 他就是一种有意隐瞒 等会儿 刚才您说的问题是 你的先生很懦弱 你又讲你孩子这儿来了 对 就是他不能 直接面对这个问题 我觉得他 不担当 对 就是他不担当 我觉得这让我很生气 这个生气是从今天开始生气 还是说你们俩结婚 那天开始 你就在生气 结婚之后 因为有两件事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 他是有意义的那种隐瞒 就是有一次 有一个鞋店 然后打折 然后我就带我儿子 去那买鞋 然后他也去了 他学生我们正在看鞋 他有一个朋友来了 他看人家进来了 赶紧跟我说一句 你让月月留远点 不要跟我说话 他就是怕人家看你 说不要叫我 然后我就带我儿子走了 当时我就特别气愤 回家我跟他讨论一点 我说我儿子是 现从那个地方里 蹦出来的吗 我说从我跟你认识之前 我就告诉你 我一个儿子 对不对 既然想跟我结婚 想接受我们 你应该担当这个问题 你既然不能面对 你为什么还要跟我结婚呢 其实你从你的角度看 的确是很委屈 但你也应该站到他的角度去看 就是他是初婚 而且他从一个农村 考到北京来上大学 在他们家族来说 意味着这是一个 可以光宗耀祖 承载着很多人的希望 这样的一个男人 所以他身上 在父母眼里 也是不能留瑕疵的 虽然就是说 他接受你这个现实 但是他觉得 你们在北京 离老家还有一段距离 就这个东西 他能够不让家人知道 其实是一种善意的隐瞒 对他们家族来说 我觉得很多人 可是你不可能 不跟那朋友交往什么 那我孩子永远当隐形人 假如说咱们要去 跟人一块聊聊天会 一会玩 我的儿子就会被抛在家里 我这个就接受不了 那你问没问过 他怎么想的 我只是觉得这样 我才想如果说 当时在你们俩谈恋下 还没有结婚的时候 他就告知于天下 告知于父母 告知于所有的朋友 有可能你们的婚姻就成不了 很有可能就没有你们的婚姻 他父母 我从一开始 我就说要说实话 我永远也不想隐瞒他 这些东西一定要说在前头 如果你不说在前头 那是不行的 那你换个角度想 他是不想失去你 他可能非常想跟你 成就一段姻缘 然后又因为 这个孩子的存在 所以他不得不对 周围的人 有这样一个善意的隐瞒 你这么去理解 是不是更好接受一些呢 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接受不了 这个我觉得他不担当 假如现在是反过来了 你第一次结婚 先生是第二次结婚 他之前有个女儿 你会很大方地跟所有人说 我是他后妈吗 我会 如果我要爱这个人的话 我会 爱无极无某 没有比方说的 这样突突突突的 这样很胆怯的 我不喜欢这样 我觉得这个事吧 就是我是这么想的 当时刚开始只是处 并没有说是要结婚 要走到一起 一开始我确实是隐瞒的 在我们实际 比如说要买房 当时还是没有结婚的 那时已经结婚了 就是一是 没有 那时候还没有 09年吧 09年春天 不要不要 你听我说 绝对结婚了 就是我说的这个 我是从头 从开始 我对我父母是隐瞒了 就是后来 但是我也说实话了 我母亲也曾经转达过 我爱人的这个实际情况 他们也是知道的 对于朋友 确实没有说 这只是就是个人的想法 但是我没有嫌弃他 离过婚 我也接受这个孩子了 我也爱这个孩子 我岳父也对我 这几年这个所表现 也是认可的 聊天的时候 他就说 这几年你确实进步挺大的 你认同吗 认同吗 所以你刚才用了一个词 这个词 我其实不建议你 在他公开场合里使用 你说懦弱 我觉得你就不如换成 他有的时候有点不担当 我觉得听上去 起码更舒服一点 就是不担当 就是他家里一个他妈妈受委屈的一件事 就跟我诉苦 就是说他从他一岁多的时候 他爸爸就施加家庭暴力了 经常被打回娘家 就是打身上会受伤啊 还辱骂啊这些 而经济上也控制他 不让他花钱 他妈现在就是都没有钱花 就是他爸爸把他家里所有的钱都控制着 就一直就这样 就是回娘家你要遇到以前很费劲的 然后呢假如说一调的事就会打你 然后经常从年轻的时候就会打你 我明白这件事你跟他不担当有什么关系 你听着来了 他妈妈不是被打来了吗 好多事都是我在出面处理 他就保持沉默 然后我觉得你男人 你跟自己的母亲都不去保护嘛 因为这不是说普通的事 假如说就吵个架 假如说两个老人只是吵个架 咱也不参与小辈 他已经都给打成那样了 你还保持沉默 我说这怎么能成随便打人呢 就是不管任何原因 你可以把儿女叫回家 或者把亲戚叫来 大家说听你理 你也不能说这么大年龄 六十多岁的人你还打他 我说这太不正常了 但是我就觉得特别气愤 虽然他不是我的亲生母亲 其实他当时进我家门的时候 我一看见他那脸 其实我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我就觉得太可怜了 他呢就一直保持沉默 而且他妹妹我觉得特别奇怪 他妹妹就在天津上班 从来也没给他妈妈打过一个电话 或者来北京看看 知道他妈妈遭受了浑身受的那个伤 他们都是沉默 然后我就觉得好奇怪呀 我说你们家里也没有是非观念呀 你的母亲都遭受这样的 都被打成这样 你们怎么子女 怎么连问都不问 我也不说要求你去跟你父亲打架 最起码你要出面 问问原因吧 我当时是这样想的 当时第一时间接到电话以后 知道这个事 然后跟他商量 要不我说我回家看看 然后不行 把他把我母亲接到北京 然后住一段时间 然后我父亲那边 叫他冷一冷 晾一晾 然后让他自己反思一下 肯定两个人在矛盾这个期间 我觉得还是冷处理一下 他们经常这样打吗 有时候吧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 他可能觉得这个家庭我接受不了 我接受不了 他这种没有是非观 然后我就过了一个冬季 我实在就心里憋得慌 我就只觉得对他妈打包物品 或者什么的 然后我就给他爸打电话了 我说那个老太太在我家 因为我当时的什么态度 我是怎么想的呢 我只要他爸爸认错了 假如我打错了不应该打他 我就我小辈的 我就什么都不说了 可是他爸爸就是魂不讲理 就特别不讲理 然后我说 我老太太在这儿 您知道吗 说知道呀 我说他脸上怎么伤了呢 因为什么呀 我说脸上怎么受伤了呀 是怎么回事啊 他说出了驴踢的 然后我说 就不是骂他自己的吗 是啊 出了驴踢的 我说还狗咬的呢 我说你怎么不说正经话呢 后来我说他自己磕的 我说他自己磕 他也就说磕一块 不能连续磕五六块在脸上 然后我就跟他急了 我听他说 不说正经话 我说你这么大年龄 你还打人 因为为什么呀 他来我们家 他浑身的伤 在我家磕一座 我家要来人的话 关键是你这话说 我觉得很丢人的 关键是你这话说 你这公公怎么说呀 他就 然后他反正 他也不说好听的 我说你这么大年龄 你应该 你不能这样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有什么问题 你找子女商量 你不能说 上来就打人呀 是不是 我一看我都是跟他客气的 好好说的 你管 你别管我们家的事 你管得着我们家的事 我说 我是他的儿媳妇 我就要保护他 我说我怎么就 不能管这个事 我说我就要管他了 怎么样 当时一个多月 我都不敢在他出门 就是我陪着他 就是那个 我家不有那个 泡脚那个洗脚盆吗 然后倒好多水 我说你有天天泡泡脚 因为不是活血的吗 俩人的伤就会 快点没吗 最后这也落了一小疤 就这个树道 为此事 你跟他的爸爸成了 他可能就恨我呗 因为我给出头了嘛 他们俩都是沉默的 我这样得罪人嘛 我不是喜欢仗义直言 那没办法 第一次他误解我 他以为我嫌疑 我婆婆来我家了 他说去那又不是我让去的 我说来我这没问题 我越养他一辈子 他就在我这住吧 我说没关系 他肯定是这种心态 就是说他妈妈也说 他肯定觉得 我在你待不久 你就得把我赶走 说你那儿媳妇会把你赶走 你不得不 孩子回到我家 所以他打了以后 一个电话也没有 也不道歉 什么都没有 我说这不可能 我说我就一定要支持你 我要求人 你就在我这待着 都看到怎么样 杨女士毫无顾忌的 对丈夫的家人品头论足 并没有察觉到 在一旁沉默的丈夫 表情严肃 十分尴尬 面对妻子激烈的言语 张先生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你是不是在你们老家那儿 那个男人打女人 挺习以为常的呀 确实有 这就是他说的 你的生活环境 和他的生活环境不一样 那可能是 在你的这个印象中 那男人反正动手了 他打完你之后 跟你道歉了吗 也没道歉 我当时特别气愤嘛 因为他平时老爱骂我 有时候他就是 你家有什么事 你说什么事 我说救生律师 他都不敢骂人 张嘴家骂人 因为他妈来了以后嘛 他妈跟我说 他爸爸跟他生活的一些事 然后我就跟他一对照 他是有很多他爸爸的影子 我发现 别着急来 所以我就特别 我就 跟我说就行 请问 打完你之后 跟你道歉了吗 我们的问题 没有 你要求他跟你道歉了吗 他也不跟我道歉 他叫沉默 我要是你 他要打完 我不跟我道歉 我就不理他了 我不是 我抓他了 你既然不跟我道歉 我就要抓你 然后有一天 他躺在床上 他头天打我了吧 然后反正我肯定 也不能吃亏 我不想他妈嘛 他说你 你不会忍着点吗 我说我忍不了 我不能受欺负 他这样 把我这个胳膊这儿 给我掐紫了 这个胳膊掐紫 然后腿这儿 还给我打轻了 然后当时我没理他 当然我特别生气吧 但是我也打不过他 有的时候我打不过他 然后我就拿一刀 我说你敢过来 其实我也不是打人 我就说吓 他一看我拿他 他不敢呢 然后呢 第二天早晨 他在床上躺着 我一看他在躺着 我过去 我就抓他头上 抓了两把 抓你一把 对 反正我要出这口气 我不能让你欺负 我会还给你 对 我一定要还回去 关键是 他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之下 他被你抓了两把之后 啥反应啊 他没什么反应 你还没看我跳如雷啊 没有 不 你想想啊 我要这样躺着睡觉 谁给我抓两把 这我不得起来 跟他拼个 你死我活 因为当时我确实 没想到他会 他会挠 反击 因为我们当时分开睡 然后他敲门 说要拿这个拿衣服 用柜子里 要拿东西 你还锁门啊 当时确实 因为吵架嘛 那个我给他开了门 然后开了门 然后我又上床 上床以后 然后因为本身早晨七点多 困着呢 困着呢 然后他实际这边拿东西是假 然后他就转过来 转过来 然后那个把被子撩开 然后就 下手 下手以后呢 我当时这么想的 因为我打他 是我不对 他挠了我以后呢 他可能会心理平衡了 所以说我也没有什么反应 挠就挠了吧 不是 你一句话都没说吗 没说什么 当时没说什么 你也没喊吗 没有 你挠完之后 出气了吗 出气了 就觉得很出气 反正我不能逼着气 不能让别人欺负 我觉得男女是平等的 反正我不能让你欺负 如果我让你欺负了一次 下次你还会欺负我 这是我的性格 关键你挠完之后 我就这么想 来来来 不是 你挠完之后 我就在想 你出了那个屋门 你是不是立刻就 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吗 那倒没有 反正我觉得 但你心情无比愉快是吗 也没无比愉快 就觉得反正 反正给他 对 出气了 你不觉得挺心疼的吗 挠的 有一点点 就觉得 当时没讲到 挠那么重 我只不过就说 因为我知识可能比较长 我就这么挠一下 也没说得 要给他挠成什么样 我没有这些 有血了吗 当时没有 后来就觉得 你还出门了 对 就这比较重了 我就觉得有点 有点后悔了 我就觉得有点 是不是自己太狠了 要对人家 我就心里 那心是这种想 你挠着他的头吗 我就挠着他的头顶 这在多长时间了 多长时间 不是 你看 你们俩在生活过的 这基本上属于 小孩过家家级的 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一直觉得 你已经不爱这个男人了 对吧 当时你在认识他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们俩的年龄差 你毕竟大他三岁嘛 对吧 你想没想过 嫁给这样的一个男人 家里边独子 又是很传统的 一个农村长大的男孩 他怎么可能不要孩子呢 我也没说 就一定不给他生孩子 当然我就说 走一步算一步 也不能说他 当然我也没抱着说 就是一定不给他生孩子 这种态度 你就是认识他的时候 喜欢他什么 就是觉得他人挺老实的 就是说挺老实的 你们刚认识的时候 是你追他 还是他追你 应该是我追他吧 你喜欢他 那个时候你没有想过 他会有个孩子 然后将来有可能 不要孩子的事 我知道他的情况 然后没有想到 没有想到不要孩子 你觉得你一定可以 让他为你生个孩子 我确实这么想 请上四位老师 看看他们这事 怎么解决 来又请各位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们俩在家里边 谁管经济大权 谁都不管 俩就是各自为政吧 是这样吗先生 他的收入他管 我的收入我管 然后家里的主要的支出 买什么东西 缺什么东西 少什么东西 都是我来做 都是我做的 是这样吗 他就是说 在前两年的时候 因为我带一个孩子 我这人也不是 那蛮不想的 直接说前两年怎么了 前两年的时候 就是各花各的钱 因为当时他也没钱 就在我那办公 那个05年跟07年 就是他说 他就在这办公 我也不可能 也没跟他要求 有经济问题 我问您的问题 是他说的对吗 前两年的时候 就是说各花各的钱 我也没跟他要钱 在我那办公 我也白办 我也没跟他认 要跟他要钱 后来呢 他就是出一部分 生活费 不是都是他全出 因为我寒假 手价不在 你十句话 我两句话 就可以跟你说清楚了 不是 就是他出一部分 行了嘛 直接回答嘛 这位女士啊 你知道你们俩 为什么现在没有爱了 或者说你觉得老潮吗 您就是 每当一个问题吧 一分钟就解决了 你非得用一天的时间解决 对啊 他就特黏糊 特唠叨 就没完没老的唠叨 一件事就是散复的说 你爹怎么着 你妈怎么着 然后你怎么着 怎么着 就没完的说 早晨 你知道吗 就是他就不理解 你早晨是一天的开始 你说说个好话 说个吉利话 是不是一天心情都好啊 当然 那是人家 你比如说 那个一个 就插一句啊 你看土耳其人 我就看到一个小故事 土耳其早晨喝蜂蜜 早餐的时候 他喝了蜂蜜 就是就像中国人说 跟嘴抹了蜜似的 说话别人爱听呢 有这么个 说是一个寓意也好 他就不懂得这个 我经常给他买蜂蜜 家里经常有蜂蜜 但是就是他做不到 早上来挠一把 你这心情很好 关键是喝了蜂蜜 就真的嘴甜吗 至少有这种可能嘛 结果没嘴甜了 成了熊了 熊最爱了 喝蜂蜜了 对啊 我觉得这个先生说的 挺有道理的 就是你们俩的生活 关键是 这位女士 这样过你自己也不幸福啊 来听听各位专家的建议 建议老师 我从他们俩就做得 这么近这个角度来看吧 我倒觉得有点希望 但是从前边那个 前边两个那个 互相挑刺 尤其这位女士说 没爱这个角度呢 又觉得特别没希望 我就有点糊涂了 我觉得他们俩是沟通有问题 就是各说各话 另外一个呢 双方都听不懂对方的话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 你觉得他的亲属朋友 不知道有你儿子存在 这件事情对你伤害也很大 但是你不会换位思考到 就是换位到他的那个角色 如果你但凡换位到他那角色 你觉得你是这样一个情况 他能娶你 能够愿意跟你斗终生 其实都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我觉得我已经做了 说实话很多人做不到的事了 接受他离过婚 然后接受这个孩子 因为本身我是未婚 我们家就我一个儿子 然后你呢 你也没换位到思考 他这一面 你比方说他是一个什么 就刚才最后台形容的那些故事 就是关于你爸你妈这事 这位女士呢 有点那个老爷们性格 她这人是一个双向性格 一半火焰一半海水 火焰是什么 就那个叨叨叨叨 不把你那火击起来 不玩啊不结束 我就那样 然后呢 另一半是什么呢 他有他正直正义 然后有点那个男人劲 主张正义 要说个理儿 他有这个 所以说你看那是你家的事 你爹妈事 你都不说话 可是他能站出来讲话 而且对你妈还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 应该换到他的这个位置 再想一下 其实这女人也有几番可爱 是吧 你们俩应该好好换位一下 如果一个人老是说别人的不好 提醒别人念着自己的好 说明你们俩在互动的时候 都很少说对方的好 就是从对方的嘴里 老是听到自己不好的东西 你们俩都是挺能说的人 我从刚才一直到现在都是这种感觉 为什么就不能挑一点好话 互相说一说呢 过日子 要发现对方对自己的好 要发现对方的优点 如果你们是奔着散 这样去努力的话 那你说什么都可以说 什么狠话都可以说 就像这位太太似的 我觉得你说的就特别狠 我们听到的这种信息 全是这个先生不好 先生还挺冤枉的 说我这么多好 你看我也没机会说 你不说 他也没时间说 在我们听到他是坏人 盲目将励 没有修养 但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 他能接受你 带着孩子一起来过日子 他对这个家 想努力去经营好 他甚至我认为 他有很多对你的谦让 包括他刚才说 你挠他一把 谁早上大早上 还迷迷糊糊 谁这么挠我一把 我早急了 但人家说 头一天让你吃了亏了 你来找心理平衡了 我应该被他挠 那我觉得很难得 在日常生活中 谁都有毛病 谁都有缺点 但要善于发现 对方主流的 好的一方面的 这样的 这日子才能过 其实就是一个沟通的 我觉得我们四位 感受是一样的 一致的 共同的感受 其实你们两个 还是有过的基础的 只是你们看到了 都是对方不好的 那这个不好的根源在哪 这位先生 对这位女士 有点失望 这位女士 他虽然就是说 他自身的 结婚的时候的匹配条件 可能他离过婚 然后带着孩子 可能从普通人的 观念上来说 他可能觉得 比你还差一点 但是其实他内心 对这个男人的期许是非常高 为什么 因为他失败过一次 前夫对他不满的地方 他都希望在你身上找回来 所以你身上的担子 会非常重 但是最开始的时候 他可能在一步步地扶持 你慢慢地做 你没有达到 他所期许的那样 没有扛起一个家庭的 重担的时候 他对你也有点失望 其实我要做一朋友 给他找一个工作 因为他现在生活 不是特别好 就算我跟他散了 我也想让他去 因为我也不想 您帮他找工作 是为了让你们 更好的生活 还是想散了以后 他念一遍 因为我看他天天 窝在家里 然后现在生意也不好 然后我就挺着急的 我就说你随便 现在因为我也不能 给他生孩子 我现在年轻在这 生孩子的事是不可能的 你就觉得不管怎么样 你不可能再去生个孩子了 对 正当在场的所有人 都认为 这对夫妻的矛盾 有可能出现转机的时候 妻子再次强调 自己不可能 再为丈夫生育子女 妻子的这个不留余地的态度 会将这段婚姻推向何处呢 妻子说什么不爱了 爱也不够了 这些可能是很刺痛你 我相信站在一个男的角度 应该是很刺痛你 但是我相信 这位女士不会是一开始就是这样 家境又比较好 然后能够接纳你 能够扶取你的事业等等这些 没有爱是解不出来的 所以说你们一定是在 长期的相处过程中呢 可能你的种种让她失望了 然后她又是一个很简单化的人 我失望就有态度 我觉得先生你应该多理解她哪点呢 正当专家进行新一轮调解的时候 妻子杨女士突然咳嗽不止 不能继继续参加录制 杨女士的这个举动 是在故意回避吗 她对丈夫生育子女的要求 一再拒绝 是否意味着她们的婚姻 将难以挽回 我觉得这样 建一老师 去看一下那位女士 对 帮她聊一下 然后看看她有没有希望 好 我们希望再争取一下 好吗 我知道在你的生活中 父亲是第一个给你产生最多影响的人 对吧 不管你是不是喜欢她和妈妈相处的方式 你在和太太相处的时候 潜移默化的是在使用父亲和母亲相处的模式 对吧 有一点 应该是有影响的 现在太太对你所有的不满 你清楚吗 怕我身上有我父亲的影子 你可以尽管用爸爸对待妈妈的方式 对待她 但是她根本就不是妈妈 她完全不吃哪一套 当你想要跟她吵的时候 你尽量把她咽下去 因为你放心 她会加倍的还给你 是 如果你想跟她动手 你放心 她会加倍变成三道子还给你 是 所以所有的这些附近的情绪表达 就不必再用了 如果你觉得你的火气要上来的时候 你什么时候可以发一点小脾气 就是在她相对心平气和的时候 不必火上浇油了 调整脾气 我觉得她爸爸妈妈的情况 那家里爸爸也不是好脾气 还没有改善 家里没有好脾气的 她有遗传因素 然后也有你们俩性格碰撞的因素 沟通不到位的因素 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两个人过日子 都是这样的那种性格的话 那肯定就没法过了 总得有一方牵上 你也不是说治不了他 不是说弄不住这个男人 这个男人挺听你的 我能理解你作为一个继父 可能先生的朋友看到以后 你会觉得很没面子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你的这种担当呢 他的心里面会非常的感谢你 我有一个朋友爱上了一个女士 然后这个女士有一个孩子 他们结婚那一天开始 他就到处宣布 我女儿怎么样 漂亮吧 我一直认为那是他的亲生女儿 后来有一天我看一个节目采访 突然就看到采访他 他就说 其实这个女儿到他家的时候呢 已经八岁了 但是我每次跟他聊天 或者是我们碰他的时候 他都是那种很自豪 我女儿怎么样漂亮吧 就大姑娘了 怎么大姑娘样 全是这样的 那每当这个时候 他那个妻子什么感觉 你知道吗 就笑说 哎呀行了行了 就是显摆 他是这种的一种语态 我在想 他难道不介意别人怎么看他吗 和我们的幸福相比 其实别人怎么看他有多重要呢 你说的我不想生一个孩子了 然后如果你非要要一个孩子 那你就找别人生去吧 嗯 或者是说我是要不了孩子了 但是你还能忍受我不给你生孩子 那你就忍受吧 嗯 这两种 你是哪一种态度啊 就是第一种吧 你是这态度 是吗 就想离婚了 真的吗 真是啊 你亲自刚才走之前说了一句话 不想跟你生孩子 如果说他真的就不能跟你生孩子的话 那这段婚姻还要继续吗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其实我为了他 我觉得我受了很多委屈 他就是俯视我 瞧不起我 说了很多瞧不起我的话 很伤我的心 然后我父母呢 也对我也有意见 我相当于是紧念受气 这个女人最开始在跟你结识的时候 最开始她有没有觉得 我离过婚 我带着孩子 我比你条件要差 最开始的时候 她是不是有一些自卑 或者说比你要矮一点那种姿态在你面前 没有 那这个女人还是非常自信的 那说明她本身就内心很强大 今天太太在这么多人面前 其实把话说得挺绝的 是 我知道 因为之前我们也曾经提过离婚的事 真的要实在过不下去 离婚这事你能接受吗 能 能接受 对 但是你想 在我们的帮助之下再努力一次对吗 是 要不要孩子 他不是一个光是一个经济问题 他牵着一个价值观的问题 观念的问题 在这个观念层面你是否了解 咱不说后面的 我说不一定非得让一海 他最看重男人的是什么 其实根结就在这 你现在回报给他的 并不是他所期许的 关键是你现在到底要什么 我觉得作为一个女人 可能医生都要回答这问题 我一直都不说看重钱 因为我看重钱 我就在这么困难的情况 不跟他 不看重钱就看重爱情 因为对于女人来讲 无非就这两方面最重要 可是不看重没有钱也不行 生活需要钱呀 那你 所以基本生活要保障 任何一个女人 对于她的男人在事业上都是有要求的 现在你是三十多岁 然后你五六十的时候 男的六十才退休 你现在三十岁这样 然后五六 再四五十岁 五十多岁 四五十岁的时候 也许你很难过 你现在事业发展不起来的话 这一天马上就分四十了 四十岁你还没有立业的话 可能就是很难再立业了 假如前提定的 太太说 我就是这辈子不要孩子了 绝对不要了 然后呢 但是她说 我愿意跟她好好过日子 你觉得你能接受吗 我就什么 生孩子是不可能 有年轻的这儿的 她如果说的是真的 我可以接受 她愿意说好好过日子 对我好 我愿意跟她接着过 刚刚你的太太 在那个观察室里面 跟那个建一老师讲 她说其实我 我现在有很多优点 只不过现在呢 由于 她也说了 由于你的自己 事业上的问题 她着急 她着急呢 她又觉得 她那个性格 你也知道 她又觉得 她不知道该怎么表达 这种着急 就刺激你 她认为她是在激将你 可是呢 我们听上去呢 就很多话都比较刺耳 所以我就想问 假如说 假如说 太太说 我现在不想提 要不要孩子的事情 我只是想 我们俩能不能 重新开始 彼此都退一步 我们重新开始生活 试着先看看 能不能好好的生活在一起 彼此关心 这你同意吗 同意 如果她过不了这关 那就不再在一起了 当时是非常爱她的 要不然你不会接受 她再婚的情况 对不对 那我就要提醒你 对于这位女士来说 她最不愿意让你提的 就是第一 她比你大那么多 第二 她这么要强 她不愿意让你提 她再婚的很多情况 或者说她觉得你介意 你看不起她 在这些方式方法上 是否可以规避一些 我是这样想的 我觉得她有过一段婚姻 那个我呢 不介意她 另外的话 我觉得她应该 有一些经验教训 有过一次失败也好 或者挫折也好 她应该更能够 把她自己的这个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 怎么能更好的去处理 我觉得她没有 就是说认真思考 她不会处理 你怎么办 都在看对方 她不会处理 你怎么办 她不会处理 确实我有些时候处理也欠妥 我承认 所以从自己做起 是 她不信任我 你比如说房本 购房合同 甚至她自己的这个收入 因为我们这个财政是独立的 A的 她会藏起来 我比如说我有的收入 或者比如说我取的钱 家里头 我会放到固定某一个位置 我会告诉她 比如说用钱可以从哪拿 跟孩子说 比如说家里没有人 或者没有那个没有饭 然后你着急干什么 可以拿钱 然后去外面吃 我来从来没有说 把这个藏到哪里 把那个藏到哪里 来把眼睛闭上放松 就想这么一个问题 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肯定的答案 那个问题 这个男人 我还要还是不要 第一个 浮出你脑子的答案 你告诉我 这个男人 我要 还是不要 他拿的东西给你的是这样的 两年前他就想走 他为了你咬着牙又挺了两年 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就是我能做到的事情 我要对方能做到 但是对方其实也在想 我能做到的事情 你要能做到 如果这么比 那你们俩的日子过不下去 所以不要这样想 也别这么期待 因为你一定会失望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底线 比如假设你刚才说的那些东西 是你的期待 但是他想的是什么 如果这个男的不能养我 他还惦记我的钱 我绝对不能跟他过 这是我的底线 其实对于你来说 这个生孩子的事情 我觉得没有那么紧迫 对于你 但对于他来说很紧迫了 所以我就在想 是不是可以 就是今天 比如说我们交流一下 我们会发现 你们俩的分别的问题在哪里 您的问题在于 您可能有的时候 用你固有的思维 思考一些问题 那么你想达到的目的是 和这个女人好好过日子 甚至将来有一个孩子 那我觉得我们是不是 可以剥离一下 你把那些东西先放开 我先去找一份 特别适合我的工作 那我先把我的事业 做得有声有色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俩调整 因为你们俩现在的问题是 老在一起 就像你说的这样 大耳灯小眼 再调整一次 如果真的觉得 就是不行 调整完了之后 他还是不能够接纳 你再考虑 下一步该怎么办 可以 他就是曾经提过 我这边就是 业务不是太多 在找一个别的工作 兼职 或者是再有一份收入 我也是认可的 我来帮你推荐一下 您适合做哪一类的工作 您说说 互联网的一些 IT方面都可以 互联网的一些维护的 网站建设 网站维护 对 然后推广 这方面 自己公司就做这个的是吧 对 假如说有人看了 我们节目之后说 想请你到他们公司 可是他认为 你自己手里也有一个公司 那他说 我这个给你做的活 你都拉到你自己小公司做 怎么办 我不耽误他的活 可以把他那个 现在提前完成 是完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那你觉得 那你觉得假如你忙乱起来 会不会这个问题就会少很多呢 会 不过我觉得事业发展的可能性比较小 那你看你 你要觉得他事业发展可能性小 这么不看好这男人 都给他都枪毙了 那要是你就找一个事业 现在现成的好的 不就得了吗 我觉得你们俩的正结在于 现在在这个大好的黄金年龄 37岁 多黄金的年龄啊 你选择了一种相对轻松的生活方式 半退休了 对 那这个生活方式 这是这个女人所不能接受的 我给你一个建议啊 对于要孩子这件事情吧 我觉得你不要把他每天挂在嘴上 其实当两个人有了爱的时候吧 爱回来了 这个就很简单 但如果你没有爱的时候 你说这个孩子出生也是不幸福的 可能要调整一下 他们两个人的接触模式 对 他又很爱你 他也不是不知道努力 你知道这事业这个东西 你也是做事业 你家也是做事业的 那是自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的吗 说是自己想努力 我就一定发财 很多机遇的问题 还有一些就是性情的问题 就是比方个性敢不敢拼啊 什么也有一定原因 他胆子小 对也有一定原因 但是主观上我相信 他还是希望把事业做好的 不辜负你的希望 我相信他主观上一定是这想法 你把你那个火气大 归结于说你可能是干火旺盛 我觉得那就是你没控制好 可以这么说 你先调整你自己 为什么呢 你调整好了 无论是跟这女人过日子 还是说好 我自己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我觉得调整好 这个对你都很重要 是 我不能够相信一个 突然会发那么大火的人 然后说话很冲的人 他在工作单位中 人际关系可以很简单地处理得很好 你调整好了你 你在这个工作场合中 对你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你现在做得非常好的一点 对与父与母 对孩子都外围处理得很好 但你没发现吗 你即便外围处理得非常好 还是没有得到这个女的全部的肯定 但是她还是对你不满意 问题在哪你思考过没有 就是刚才嘉宾说的 或者主持人说的 就是主要是事业上 事业上 然后另一边还有我的性格 就在爱极 就这两方面主要是 所以你想好好地要过这个日子 如果要做某种改变 首先你在你的事业上 主持人也好 其他嘉宾老师也好 包括你的夫人也好 都提出过一些要求 或者一些建议 你恐怕要很好地去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说句不好听的 我们当男人有一个最大的体会 我们一没钱 我们说话就不应急 我在日本 我说我没挣钱 我跟人跟我老婆说 我买罐啤酒喝 老婆就说了 喝什么喝 因为我跟他要钱 但我有钱 我买一箱 所以你事业上你强大了 因为很多事情 你就能有权主导 有能力主导 有个女人老说 你看你那乌囊样 这很多女人挂在嘴边 这我们资金受不了 但可能也是个事实 说过一些 也说过这样的话 说过一些鄙视的话 如果也要继续过下去 就是说什么 那我今天就说 他俩就说互相扶持 互相照顾 就快快乐乐 随随随随随随随的 我是这样想的 掏出我的心给他的 我没有说是偷着掖着 然后藏着这样 对他 你还不必把心掏给他 你先帮他 接近他的水平 可以吗 可以 通过与建一老师的沟通后 妻子再次回到场上 面对人生中 如此重大的转折 他会做出怎样的决定呢 你们聊什么了 他说让我做一个决定吧 是啊 他就特别特别纠结 不是一般的纠结 就是如果这位先生 不再给他施加 这个声誉的压力 然后呢 积极的奔事业 调整脾气 然后这位女士呢 就弄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尾 就是说试着再往前走一走 然后再看 如果说呢 这位男士就非得要孩子 然后这位女士呢 就是说建于这男士 现在的情况 然后还建于自己的年龄 等等 他就是做出一个 否定的答案了 女士特别特别纠结 这个一上了 我问你两句话 我说你们聊的怎么样 你都没有回答我 就我觉得压力太大了 承受不了 没关系 因为我觉得没有人逼着你 所以一定说 你必须要走 还是必须要留下 因为所有的 都是要你自己来做决定的 毕老师给你们准备了一个心理测试 我们来看一下 自古以来 每个人都怕老 要想尽办法 找到长生不老之药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是没有人能逃得过这个结束 你觉得什么样的情况 表示自己身体已经向你 发出衰老的警讯 宣告青春的结束 A 皱纹和斑点占领脸部和身体 B 体力大不如前 一上床便呼呼大睡 C 总是望东望西又丢了老花眼镜 D 不再有往日的好行情 别人都喊你叔叔或者阿姨 太太你选什么 我选D 先生选什么 我选A 好选一个选A一个选D 这道题测的是情绪的敏感度 选A这个选项的呢 就您这个情绪啊 来去都挺快的 在乎事情的这个表象 就跟买东西似的 你其实并不特别看重它的质量 就算是路边摊的东西 要包装的花花绿绿的 你也会喜欢 所以呢 无论是高兴还是难过 一般的情况下 它的情绪不会一发不可收拾 发展成极端的可能性是不大有的 B这个选项 是一个爱探索的人 无论是任何形式的新奇好玩 都感到兴趣 这样您会尽量的让自己的情绪 为惊喜和雀跃留着 至于扫兴和难过的事情 就不那么容易影响 C呢 是比较迟钝的 而且迟钝是众所周知的 是那种别人把眼睛快眨瞎了 他也看不见的那种 那D呢 太太的选项是吧 对 您呢 感觉很敏锐 气氛稍微有一点怪异 马上就察觉到不对劲 而且呢 是会寻着那个小线索 一定要找到真实原因 并且要惩办真凶的那个人 惩办真凶 所以我抓一把 对对对 如果有人胆敢在他 就不要说当面 然后过不去 如果有人胆敢在他背后搞鬼 他都离着十万八千里 就能闻出味儿吗 像你吗 有一点像 看到我们大屏幕上 放了很多你们的照片 你看看 你看看这个 漂亮 此时 杨女士看到大屏幕中 夫妻两人的婚纱照 忽然低下了头 陷入沉思 女士想起什么了 有点感触是吧 面对陈旭律师的提问 她沉默不语 她究竟是在回忆曾经的美好 还是心中另有答案 这对夫妻对彼此的感情 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我跟你说说 我们刚才在跟先生聊什么好吗 对你儿子不太敢带出去啊等等 我们给他讲了很多道理 就觉得他肯定不应该这样做 因为爱你 就应该爱你的全部 那么这是第一 第二呢 我们也跟先生讲了 他呢 现在最重要的时候 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 要忙碌起来 因为闲着在家里边 就比较容易出问题 第三呢 我们也讲了 现在要注意自己 是否从爸爸那里 继承了一些家暴的一些倾向啊 等等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 他应该调整 那先生都做了非常好的回应 他觉得他仔细想 觉得自己的确应该调整 那么 我来跟你说说 先生的决定可以吗 他其实觉得 假如你能对他非常好 关心他 他觉得孩子不是唯一条件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 其实他说这些 也是因为他得不到你的爱 他着急 所以我想请你们俩 认真的再思考一下 具体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决定 现在其实对于你们两位来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你们的选择了 请两位到前面来 先生 我想先问你一个问题 今天你们来之前告诉你们的孩子了吗 孩子知道 太太你觉得今天我们嘉宾说了很多您身上存在的问题 你觉得有一点点收获吗 有点点吧 一些事的纠缠没完吧 有这毛病 这是有的 总是不能忘那种 你知道我有话想跟你说 是因为我觉得我特别心疼你那个儿子 因为他非常清楚 妈妈离婚了 会把这个继父当成救命稻草 所以他会觉得 我千万不要惹这个继父生气 你明白吗 所以我觉得你要是真为你儿子好的话 你应该鼓励他 他每次对你孩子不错的时候 你都应该告诉他 我告诉 一般我不让孩子跟他结仇了 就算我没有矛盾 我这人也是讲理的 就是说我从来不让我儿子跟他对立 因为那样的话 他也会伤心 我们俩的矛盾是我们俩的矛盾 而且我儿子也说 也说过 然后好多时候他先站在他的角度 就说跟他站在一头 为什么呢 我儿子也说 说因为他不是我亲生的爸爸 如果总是什么都像你的话 他会伤心的 他说不管对不对我 所以我就得站在他那边 一说来孩子你就要掉眼泪 特别理解你 你能告诉我 专家给你提了多少个问题吗 抓住别人的缺点 总是不放 有这个毛病 我觉得 非常对 关键是不放你自己不快乐 就我多么希望你是一个快乐的妈妈 你想想儿子这样跟着你 他一定很不容易 然后你还老不快乐 老纠结在过去的那种痛苦中 就是你今天最应该要 拿到的一个收获 先生你觉得你今天收获是什么 我的问题就是爱急 可能性格啊 以及这个脾气上面 这个我可以试图改一改 然后忍一忍 生活当中啊 以及干什么 再多做一点 工作努力一些 然后孩子的事的话 我说实话 我觉得就他现在这个年龄 以及这个身体状况 也基本就没有什么希望 就是主要就是他能够对我好 这就是我愿意跟他接着过 你觉得他有进步吗 有进步吗 有进步 今天上午我们刚刚录了一场棚 然后呢 那个孩子呢 他身体不太好 妈妈和爸爸还有经常打他 我们就跟那个孩子接触的时候 孩子说 我特别害怕我爸妈妈吵架 他们一吵架 我的心就揪起来了 然后那个妈妈在我们现场 就哭着气不成声 最后是哭着出去的 因为他从来不知道 他和他父亲的这种争执 会对孩子影响那么大 你要知道那是亲爸亲妈 这还是一个继父呢 孩子多么怕你再跟他吵架 你理解我说的意思吗 我理解 认真的想想 我真的觉得 其实你应该很感恩 你比很多人过得好 你遇上了这个男人到今天 他最大的软肋就是孩子 但是他依旧说 只要你爱我 不要孩子也可以 你要知道对一个 在农村长大的 家中独自的男人来说 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挑战和勇气 同时你还要知道 有多少个大婚家庭 因为孩子和继父的关系不好 然后这个母亲是左右为难 比你难多了 你已经很幸运了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 对面这个男人起码是善良的 对这点我感激他 现在请你们俩向后转 听了这么多专家的讲解 不知道两位是否还愿意 再为这段婚姻努力一次 如果愿意请伸出右手 讲后转 想爱没有那么容易 每个人有他的脾气 过了爱错梦的年纪 轰轰烈烈不如平静 说难并不难 有时候就在一个动作 一个拥抱 或者是一句暖心的话 要想让爱情尝心 然后就要想对方的好 生活当中很多事情是要学习的 你能哄一哄女人 很多矛盾都能化解 其实常态的幸福就是这样 有的时候有点苦 过去了就还是甜的 那一天都没有 那一天都没有 在家里面的心里 我们去看 我们下午后 有时候 我们下午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